最近几天,中国又传来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在美西方对中国贸易、科技、极尽打压的情况下 中国进出口增长超出预期 同比增长5.5% 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 按美元计价 前两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9308.6亿美元 达到有数据公布以来的最高值 远超过去10年同期均值3476亿美元 同比增长5.5% 其中出口5280亿美元增长7.1% 进口4028.5亿美元增长3.5% 贸易顺差1251.6亿美元扩大20.5% 出口实现四连增,进口实现三连增 数据反映内外需持续转暖 按照这个规模 中国2024年的贸易顺差将可高达七八千亿美元 这些钱可都是我们实实在在赚来的利润 而且这还是在全球经济萎缩 美国不断搞脱钩锻链 搞小圈子联合打压中国的情况下 我们突破封锁 依旧保持了较高的增长 从进口商品的种类我们看出 主要是能源,比如原油、天然气和煤 其次是铁矿砂及其金矿 还有粮食,这都属于原材料 除此之外 在科技领域就是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和集成电路 而集成电路是我们进口金额最大的商品 今年前两个月 我们国家进口集成电路785.2亿个 同比增长16.8% 进口金额高达3887亿人民币 同比增长19% 这还只是两个月的金额 去年全年就进口了近2.5万亿人民币的集成电路 美国在芯片领域对中国下死手进行围堵 不光因为芯片的应用极为广泛 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大国 美国认为封锁了我们芯片的生产能力 以及升级能力 那么基本就锁住了我们在科技领域的上升空间 但是我们国家不仅仅进口芯片 同时也有一定的生产能力 也能进行一定的出口 前两个月就出口了394亿个集成电路 同比增长6.3% 出口金额达到1607亿人民币 同比激增28.6% 集成电路出口增长显著 这说明中国目前在芯片领域的生产能力 属于全球前列 在这个领域 全球就没有几个国家能够做得了 美国为了维护自己的霸主地位 还得拉上一众盟友封锁我们 我们缺乏的是高端芯片的生产能力 但华为芯片的横空出世已经说明中国是锁不住的 美国越是打压中国发展的越快 而且中国占据全球制造业产业链的核心 就相当于掐住了美国的命门 只要我们争分夺秒 加强高端芯片自主研发和技术突破 加快产业升级 美国对我们的科技封锁就形同虚设 中国经济将迎来真正爆发式的增长 从出口商品的种类我们看出 前两个月 我国出口机电产品2.22万亿元 同比增长11.8% 占出口总值的59.1% 其中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 及其零部件 1954.5亿元 增长7.3% 集成电路 1607.1亿元 增长28.6% 同时 像家具 香包 纺织和服装 这类传统的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出口规模 依旧非常大 增速也非常高 其中服装及衣着附件 1662亿元 增长16.3% 纺织品 1543.3亿元 增长18.9% 汽车出口金额 1118.9亿元 增长15.8% 汽车零配件 1047亿元 增长20% 汽车产业一路高歌猛进 是我们当前发展最快的制造业之一 已经逐渐发展成为我们出口的支柱产业 去年 我们汽车出口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一 并且一直保持高增长 美国已经宣布要打压我们的汽车行业 但我们在汽车领域有比较强的优势 尤其是新能源汽车领域 核心零部件及技术都是自己的 美西方想要封锁也封锁不住 家用电器的出口金额为1020亿元 同比大幅增长24% 现在国内基本看不到日韩的家电品牌了 我们生产的家电不仅自己用 还大量出口 船舶产业 我们现在也是世界第一梯队 去年超过韩国成为全球最大的造船国 今年前两个月 船舶出口金额483亿元 同比大幅增长186% 出口数量增长60% 实现了数量和金额上显著的双增长 我国已经打破了韩国的技术垄断 掌握了LNG船和LPG船的核心技术 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可以提供此类船舶的国家 比如 互动中华造船厂的一艘 13000箱的双燃料集装箱船 可以直接降低28%以上的温室气体排放 以及前面提到的 全球首艘93000立方米LNG船 虽然我们现在还无法下定论 来证明韩国造船业已经被中国卷死 但事实上韩国造船业已在逐渐步入日本造船业后尘 日薄西山 总体来看 我们的出口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 因为美国产业链迁移 印度拿到了很多生产份额 我们在手机领域下滑很厉害 但是芯片 汽车 船舶等产业却增长很快 同时 家具 香包 纺织和服装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 也恢复了增长 美国希望我们永远采缝纫机 做低端产业 但是一通王八拳下来 却是按下葫芦 扶起瓢 中国的缝纫机采得更多了 飞机也造得更多了 我们不仅在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恢复增长 在中高端科技产业的出口增长也非常迅猛 我们还制定了2024年5%左右的增长目标 展示出中国对经济发展的信心 在全球经济萎缩的情况下 中国取得的一系列成绩和雄心勃勃的经济增长目标 无疑打脸了年前各种唱衰中国经济的言论 让美西方都酸了 在外交政策记者会上 王毅外长铿锵有力 对美国抛出的四连灵魂拷问 更是打在美国的最痛楚 美国如果总是说一套做一套 大国的信誉何在 美国如果一听到中国这两个字就紧张焦虑 大国的自信何在 美国如果只让自己保持繁荣 不允许别国正当发展 国际公理何在 美国如果执意垄断价值链高端 只让中国停留在底端 公平竞争何在 这四连问充分揭露了 美国就是一个出尔反尔 毫无信誉可言的小人 一个患有严重被迫害妄想症 和中国恐惧症的纸老虎 一个只许自己吃肉 不许别人喝汤的 霸道无礼的国家 美国既要又要还要 在有求于中国的时候 厚着脸皮求合作 在要遏制中国的地方就无理打压 只想解决所谓的美国关切 只想美国单方面受益 然而事实 却是形势变了 美国想要牢牢把着军事 科技和美元霸权 以为20年来的那一套 走到哪里都有人买账 结果却是反美联盟四起 金砖 上河等多边国际组织遍地开花 美国陷在中东和俄罗斯的泥潭里 全球战略崩盘 影响力日渐示威 对中国也无可奈何 早就不是美国称霸的时代了 我们反复说过很多次 中国和美国之间 应该是合作大于竞争 美国想要让中国 永远停留在产业链的低端 然而中国却越来越强大 中国是打不倒 压不住的 美国越是打压 中国发展得越快 贸易战输了 中国贸易依然高速增长 美国却因为进口成本飙升 而通胀高企 科技战 华为芯片的回归和中国在EUV光刻机上的突破 均宣告着美国对我们在高科技层面 围堵和封锁的彻底失败 中美科技战 中国已经从战略防御阶段 逐步进入战略反攻阶段 而且反攻的速度越来越有力 抢占美国科技阵地的范围越来越宽 打击面越来越大 对西方秩序和美国霸权形成巨大威胁 这令美国寝食难安 王毅的四问就是在告诉美国 中国人从来不吃这一套 以后也会有更多的人不吃这一套 世界不是个餐桌 美国也没有资格和权力点菜 继续鱼肉各国 鱼肉 继续鱼肉各国 美国面对的挑战在自身 而不在中国或其他哪个国家 如果继续一门心思打压中国 最终必将害了自己 我们只要沉住气保持战略定理 趁着美国疾病缠身的机会 促生产 谋发展 加快产业升级 美国的阵脚就会越来越乱 此外 江鹏又搞得多多的 将敌人搞得少少的 中国发展到这个地步 上下同心 已经拥有了足够的实力 未来何惧之有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 别忘记点赞 分享 并运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